MT Gamer 觀眾大家好,我是希治閣 聖誕家節就到了,除了外出玩之外 我相信不少巴打都會利用這個遊場假期在家報機 不知大家有沒有想過,玩些有聖誕氣氛的遊戲應下節呢? 不過跟聖誕節有關的遊戲其實又不是那麼多 質素還相當參差 以下MT Gamer 就為各位帶來史上五款最廢的聖誕遊戲 讓大家不用玩都可以感受一下聖誕氣氛了 究竟是誰覺得聖誕節加保齡球這條橋是走得通的? 遊戲中你的目標就是用保齡球殺掉所有幫你製造禮物的小精靈 不過不要以為這遊戲很殘忍 當你看到這班這麼討厭的小精靈不斷挑釁你的時候 你就會很有衝動打傳眾出來 先不要講內容,只是看封面我已經聞到一股伏味了 這遊戲做到出奇難玩,所有的敵人好像有後眼一樣 你一旦走到一定的距離 他就會用快過聖誕老人很多的高速衝來你裏 你只可以用攻擊範圍小到爆炸的禮物袋反擊 想跳就跳不過 一個不小心,死了就要重頭玩過 這遊戲另外一個荒謬之處就是他的美術設計 我肯肯定的製作人在一堆素材裏 亂撿東西放在遊戲中 例如敵人就是戰豬,山洞人,還有西部牛仔 背景裝飾就有市貫蕃茄礦車電視咕嚕大中 還有這個是什麼鬼?抽氣線? 這些東西跟聖誕有什麼關係? 大佬! 你們痛不痛餓? 痛餓嗎? 你覺得他們打得太多天堂? 不怕了,他們一打遊戲 可以一邊學聖經 快點拿個聖經密碼,可以有Power Up 聖經冒險一頂打一面有三款五款的遊戲 有羅亞方舟,拯救兒童摩西 還有大衛與哥尼亞 每一個有任天堂的家庭都必須擁有 立即打10077 Bible 訂購你的聖經冒險 如果你真的買了這隻聖經冒險學聖經故事的話 小孩子一定以為羅亞是很大力的 可以一次鋸起一隻牛,一隻豬,加一隻馬 方舟的麵,其實只有六種動物 汪西要分開紅海是因為兩母子都不吃牛水 而大佬也沒有跟哥尼亞隻抽 因為牠掛在獅子和猫子手上,清救綿羊出來 最大件事的是,這隻遊戲竟然賣44.95美金 我想兩位買完後真的笑不出 跟小豬軟書,遊戲版的虧馬洞2 依然發生起聖誕假期 舞台就由自己家搬到紐約的一間大酒店 玩完你就知道原來美國的酒店可以這麼恐怖 地拖會插死你,阿婆會跳來跳去,走出來用傘打你 吸塵機會吸你進去弄死你 行李箱會撈死你,扔球會捏死你 就連站在櫃桌的姐姐都會用鑰匙來扔你 我開始懷疑虧馬洞的小孩子 是因為玩完這隻遊戲搞到現在的樣子 聖誕老人派禮物當然是受人歡迎 不過這隻遊戲中,你扮演的聖誕老人就跟造賊沒有分別 首先你要收集足夠的禮物 然後就可以去挑戰那些充滿著惡意的煙通 給過火球和雪球就可以順利入屋 然後你就要遇上那些癲癲喪喪 而慢慢來家屋裡亂走 還要不斷開門關門的傻佬 一個不小心被他們撞到 聖誕老人就會為了隱藏身份而自爆 難怪我大約都沒見過聖誕老人 不知道大家有玩過甚麼節日服遊戲呢? 如果有的話不妨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下集再見